如果说,韩国电视节目的爱豆专辑有Idle Room以及一周的偶像的话,那么在广播节目的Idle Radio绝对是众多爱豆节目里最好听的一档节目了。 而作为节目主持人,BTOB成员郑义勋主持的风格也获得了MBC广播电台的一致好评。 这档节目从7月份开始播出之后,由于定位准确而且节目主持风格个性鲜明,在韩国青少年以及学生朋友们群体当中颇有人气。 早些时候的DJ由BTOB徐恩光来担任,不过后来他入伍之后,把这档节目交给了对中的郑义勋。 按道理来说,在如今自媒体如此发达的网络社交年代,倾听传统广播节目的听众真的是越来越少。 不过郑义勋在节目里的各种恶搞,以及带给参加节目众多其他爱豆成员们的安逸感为这档原本不太起眼的节目增添了不少乐趣。 而其中以XO专题播出的SUHO和CHAN的特别篇更是打破了有史以来观众同步在线收听的新纪录。 郑义勋近日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回顾今年的时候也表示,SUHO和CHAN当天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70万人。 在韩国,直播节目超过数十万人在线同步收看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SUHO和CHAN的这一数据也是历史之最。 当然了,郑义勋也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IDOL RADIO。 而在节目当中演唱别人爱豆歌手的cover舞台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这档广播节目的一大特色之一。 明年郑义勋也会带着更多新的想法让IDOL RADIO变得更加丰富。 再次验证了那句老话,好的内容永远都不会缺少关注度。 虽然广播节目在很多现代人看来有点过时,以及没有存在必要了。 但是即便是传统媒体,只要找到观众喜欢的热点以及牢牢抓住自己的目标群体的话,小编依然觉得这档节目会越来越红火。 要知道一周的偶像刚出来的时候,郑亨敦和Devkin也被不少人吐槽过,不是吗?